各位好,歡迎收看12月19日的新闻西斷電視 上個星期五因為機件問題,可能太冷的問題 影響了錄影,所以最後出不了街 但也有一集Vlog Mike 也是剛剛在Exchange Beats的一連三集系列的報道 或者是一個系列的計劃 就是英國的一些分區,以及做生意主義的什麼 也帶大家看過不同的地區 香港人熱門落腳的high street,即地方的high street 究竟是怎樣的呢 以及生活應該是怎樣去適應 現在就像今天一樣,那個天氣其實過去那個星期就很冷 也都落到很大雪,倫敦 但是今天,即其實昨晚開始 就是整個全國都非常之大雨 所以雪就已經沒有了,一個星期而已,雪已經沒有了 但是現在其實可以用very damp來形容 DAMP,形容氣氛是怎樣,即灰灰暗暗 也都英國在冬天來說,普遍都是非常damp的天氣 那個天色 所以怎樣去適應這個冬鬼抑鬱 Evan Fowler都有提到,其實心理上應該要轉變一下 也都大家知道冬至就是來了 冬至的意思是說 那天就是北半球陽光最少日照最短的時間 但是呢,其實冬至之後就開始慢慢每一天每一天 日照時間會長回的了 其實時間過得很快 大家知道九月的時候就是秋分 秋分之後呢,慢慢就去到越短了 北半球的日照時間 所以其實那個時間會過得很快 這些冬鬼抑鬱呢 其實在大家不經不覺之間會慢慢去正式應到的 而之後呢,12月底,即是冬至之後呢 去到下年的三月呢,也都來春分了 那到時呢,那個陽光就越來越多了 那所以怎樣去適應冬鬼抑鬱呢 大家可能都會很擔心,英國冬天很難捱 那其實都不需要特別擔心的 因為在英國有不同的事情要做 可以做啦,也都需要做啦 那這個大家如果去到剛剛來到英國生活 也都在冬天來到英國生活的呢 千萬不要擔心這個冬鬼抑鬱問題 也都希望我們的剛剛那三集vlog mic呢 能夠給大家,即是準備來的也好 或者已經剛剛來到的也好 去認識一下英國這個地方究竟是怎樣了 今天的新聞室呢,主要焦點就是英國的盧旺達計劃 包括,即是關於這個非法移民問題 即是英國政府在4月的時候宣佈的盧旺達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其實自宣佈開始到現在12月呢 那個爭議不斷,即是說那個人道問題,人權問題 那但是今天呢,即是英國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呢,high court即是還未去到supreme court high court就下了一個裁決了,究竟這個盧旺達計劃是否合法呢 今早就是裁定合法的 另外就是有很多零碎的新聞 包括就是其實卡塔爾世界盃都有些更新的 當然要恭喜阿根廷和美斯 終於都捧走到這個大力神盃了 另外在卡塔爾世界盃裡面,一直存在的問題 亦都被拆出來說了,亦都在一些政治上面 即是體育怎樣為之不政治化這件事呢 亦都掀起了討論 今天先講這個盧旺達計劃 如果大家有印象呢,4月的時候宣佈的盧旺達計劃呢 在6月的時候有一個叫做,即是真的要實施了 真是第一班飛機呢,就準備要起飛 遣送一些,即是入來到英國 申請難民庇護的人士呢,就去到盧旺達 那整個scheme呢就是,大家知道4月仍是波羅雙神政府 亦都是彭代玲呢,就是主理這個內政部的 所以整個叫做推手或者是constructor 就是彭代玲,這個盧旺達計劃 那就是旨在呢,就應對這個非法移民問題的 那或者再講precise地呢 就是透過橫越英倫海峽去到英國 抵捕英國的那些非法移民 或者申請難民庇護的人士呢 就轉送到盧旺達 然後在盧旺達那裏呢,就申請這個難民庇護的 那大家再look back 回整個 就是為什麼有這個盧旺達計劃 因為透過這些非法的途徑來到英國 那些被護的人士呢,或者非法移民呢 叫做,那個數字呢 是近年急增的 而亦都因為去年的11月 同時間亦都有一次的 就是橫越英倫海峽的偷渡船意外 很多人死 那所以呢,英國政府才推出這個計劃呢 就應對這個問題的 那但是整年來講呢 那個非法移民問題呢 完全是只有只增不減的 那個數字 那也都帶來一個紀錄的新高 那是非法移民的數字 那所以盧旺達計劃在今年來講呢 亦都是一個討論的焦點之一 那當然啦 那個priority呢 隨著不同的事件 包括生活成本 包括就是 普京入侵 另外就是queen death queen's death 那所以很多事件都蓋過了 但是在那個年尾呢 12月呢 重磅新聞 亦都牽涉到這個非法移民的問題 那就是盧旺達計劃呢 被裁定合法啦 那現在其實那個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並不等於 並不等於英國政府 是立刻可以將首班航班起飛 就顯送一些非法移民 或者就是尋求庇護人士 去到盧旺達的 只不過就是英國法院裁定合法 那就是給了一個叫做合法理據 英國政府是繼續去推這個計劃 或者是針對計劃的 這些細節呢 就繼續去推行啦 或者跟盧旺達政府怎樣繼續合作啦 但是其實整個計劃 究竟那個討論的焦點 包括就是盧旺達究竟夠不夠安全呢 其實是不是safe enough呢 是不是secure enough呢 這個就是那個討論的焦點 因為盧旺達政府 就是盧旺達這個國家 究竟他對人是不是很人道啊 給予人權上是不是跟世界接軌啊 這些問題就是那個討論焦點 而整個訴討 即是在英國的訴討起源 也都是因為6月的時候 6月的時候第一班航班準備起飛 但是其實幾分鐘之前殺停 這個都是很特殊的情況 即是臨幾分鐘前殺停 即是準備飛 其實也不是英國法院去叫停的 是歐洲人權法院 就是突然間在last minute 即是叫last minute 就是裁定要暫緩將其中一個在航班上的非法入境 尋求難民庇護的人呢 就是暫緩他這個顯送 所以最終整班機就取消了 亦都針對這一宗的合法 這個計劃是不是合法的案件呢 就在9月開審 9月在英國發言開審 最終今天英國政府勝訴 究竟的裁決是怎樣說呢 Lord Justice Lewis就說 政府顯送尋求被護者去盧弘達這件事是合法的 再由當地盧弘達去處理那些被遣送的人的庇護申請 而那個evidence也都顯示到英國和盧弘達兩國 是旨在確保難民庇護申請得以恰當處理 同時計劃也都沒有去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公約 或者是任何人權法的 這個statement就針對這個裁決的內容 是針對著整個計劃是合法的 但是法院同時裁定一件事 亦都令到反對人士覺得 喂 根本上英國政府這件事是不合法的 也都是不合人道 或者是不道德 為什麼呢 因為法院裁定就是 首班機顯送的8個詹咎被護人士決定 就說政府必須要重新考慮 亦都需要交由內政大臣處理 同時法院亦都將這個上訴期 延到下年的1月16日 1月16日 所以現在其實那個爭拗是沒有停止到 因為反對人士 慈善機構 包括國際特赦組織等等 都是覺得這個計劃必須要叫停的 因為完全是不合人道的 而盧王達政府亦都針對著今天的裁決 就是表示歡迎 認為一個正面的一步 可以為全球移民的危機 就是全球移民危機 帶來一個全新和長期解決辦法 也都說其實盧王達 準備好了 大家有庇護者來到會處理 還會提供一些安全和工作機會 在盧王達能夠展開新的生活 當然現在的裁決 剛剛開始說 就是根本上不代表英國政府 能夠立即將首班機起飛 就是因為人權法院的訴訟 仍然面對歐洲人權法院的訴訟 亦都指在阻止英國 將尋求庇護人士送到盧王達 大家想 歐洲人權法院有關英國什麼事 英國脫了歐 應該不關歐盟的事 應該不受於歐洲的管制 沒錯 但體制是存在一些分別的 歐洲人權法院就跟歐盟 就是EU 完全沒有關 而英國亦都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規範 所以就算英國脫歐也好 英國仍然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 就影響的 也就是說 現在這個階段 雖然英國本土的法院裁定合法 但歐洲法院就沒有這個裁決 就說這個盧王達計劃是可以繼續去的 所以現在基本上是未能夠順利去執行這個計劃的 在野黨當然是繼續窮追猛打 甚至乎是覺得英國政府現在是叫做什麼 即是綠黨所說 就說是淪為這個道德破產 而工黨的說法就是根本上這個計劃不可行 不道德和非常之貴的 而同時間政府現在做什麼呢 轉移視線而已 影子內信Cooper說法就是 政府要著手的不是盧王達計劃 將那些人送走 而是要處理這個庇護系統 以及做一些緊急的措施 阻止犯罪分子 繼續去組織這些人蛇範圍活動 當然工黨的說法是沒有錯的 說真的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很大量 非常之大量的來到英國的那些人蛇 或者是尋求被捕人蛇 是由那些犯罪分子去組織這些人蛇範圍活動 但是同時間包括今年突然急增的阿爾巴尼亞人士 其實有很多之前英國廣播公司都報導過 有很多都是牽涉到一些在英國本土的 包括販毒、和毒品有關的一些黑社會活動等等 就牽涉其中的 所以其實變相是令到英國本土的一些 crime的數字都會上升 所以當然明顯是需要解決的 而工黨的說法也都好像媽媽是女人的說法 英國政府的取態是怎樣呢 由彭代零在4月的時候宣布這個盧王達計劃開始 也都是一直insist盧王達是一個安全國家 而BJ也都去解釋過了 也都飛過去盧王達 是一直都有支持尋求被護人士紀錄 他們會獲得合適的住宿和支援的 但是慈善組織 一些反對人士 以及代表反對人士的律師 就說盧王達其實並非一個安全的目的地 而在訴訟當中 就是說法律代表他們的那方 就是說盧王達是一個專制國家 對於國民實施過非常極端的嚴密監控 同時虐待和謀殺異見分子 則而英國政府的陶努王達合作 這個計劃其實是違反了人權法 但是今次的訴訟裡面 是包括了其中一個上訴法院的法官 所以在兩個法官的裁決之下 即是否定了這個反對人士那方的說法 就說英國違反人權法這件事 因為那個評判已經說了 就是並沒有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 以及就是人權法的 所以也都即是代表法院是開了綠燈 被英國政府繼續去馬 簡單說繼續去馬 而內相柏匪文大家知道他作為施政府上台 而接任了內相之位的時候 也都已經知道盧王達計劃 以及這個非法移民問題 就會是他上任之後的首個重要工作 但是也都因為他的又辭姐又被委任 這個政治風波 包括他自己因為電郵風波 處理電郵上的問題 就蓋過了這些重要工作 但是現在這一刻也都是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瘋狂言論 就說將這些尋求被護人士 送到盧王達是her dream 這個說法太過right wing 所以也都被受很大的爭議 現在他回應法院的裁決 就說政府一直都是維持這個計劃的合法性 而法院的裁決也都證實了這一點 也都為這個計劃衝破了一些障礙 而重新這個計劃的目的 是要破壞泛運人士集團的運作模式 也都會繼續跟盧王達合作 希望可以盡快實行這個計劃 但是同時間準備好應對更多的司法方的挑戰 至於彭代寧也都有回應到 官員一定要繼續執行這個計劃 他的說法是說 沒有一個single plan 能夠阻止到或制止到 橫越英良海峽來到英國的偷渡者 沒有一個計劃可以做到 但是盧王達計劃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救到更多人的命 因為破壞犯罪分子 組織到泛運人士活動 這些運作模式 同時保護到難民的庇護制度 是不備濫用的 唐寧階也發了聲明 表示歡迎對於裁決 也會繼續捍衛這個計劃 對於部分反對人士計劃上訴 大家都應該預測到 這次案件無論是哪一方贏哪一方輸都好 其實都會有一個appearance出現 而政府說法是說 已經繼續為這個潛在的施設法覆核 就會做準備 所以也沒有提到走班機 究竟什麼時候起飛的timetable 大首相府說法是說 希望航班盡快起飛 而面對非法移民問題 其實剛剛三位承相 我們拜日有一個很強硬的說法 在國會宣佈了要增加投放 去處理更多積壓個案 也承諾要打擊橫越越南海峽的非法移民 現階段in place的就是和法國交易 就說史無前例兩國互相能夠去到大家的邊境做視察 另外就是法國那方面就要派更多海岸範圍隊的船 去到海峽道增加救援等等 大家記住英國政府埋單的這一筆數 增加幾百萬磅給法國 所以這個盧皇大計劃呢 短期之內都不能夠實施 所以繼續等 可能這個訴訟都不會短期 歐洲人員法的訴訟都不會短期出來 究竟搞什麼時候呢 也都沒有得估計 但是有得估計的就是英國的財政狀況 大家知道剛剛的秋季財政預算 有很多蔡惠斯時代的措施都採用了 而何俊偉預告下年的3月15號 就會發表春季的預算 到時會有OBR 就是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就會對這個經濟做預測 而英鎊對美元呢 就企穩1.22水平 大家應該都會留意了 就是英鎊呢 現在都應該去到9.4幾 9.5幾這些位置 也都比今年9月底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8點幾的位置 就反彈大約兩成 究竟現在那個通脹呢 就算了11%的了 這個通脹率 這個通脹數字這麼高呢 也都在英國裏面有很多大罷工 就是RMT 護士教師界巴士司機 各行各業的罷工 也都因為那個通脹問題呢 就咬到綿紅二尺 也都因為這樣大罷工都已經in place 究竟會不會消化呢 即市場會消化這些數據 就算過了10%也好 也都會消化的 究竟消化完之後 會不會對於那個預測 即市場對於這個預測 又會有相對舒緩 相對會mild一些呢 不會有那麼大反應呢 但是護士罷工呢 即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究竟市場消化完之後 或者各行各業消化完之後 會不會繼續那麼激進呢 即是環漢 但是NHS護士呢 百多年首次罷工呢 明天就會再次第二輪的了 而星期三呢 救護車職工也都加入罷工行列 而英國政府都頗強硬的 包括就是手上三位城 對於NHS護士的那個加薪要求 即是最近這個通脹 也都很強硬 就覺得現在本身4%都好 即是已經很仁慈了 這樣的 那現在面對的 即是Steven Barclay 即是我們拍一件戲 衛生大臣呢 也都去上了多個工會 就要求有一個新一輪談判 那但是Sky News上引述了 消息人士就說呢 即是Steven Barclay 就不會在新一輪談判上面 就談這個增加薪酬 那只會提及患者安全 和這個非薪酬問題 所以現在王家護士學院 的代表就說 如果政府拒絕就這個新仇 展開談判的話 那就基本上不能談 因為本身就說 如果談就會取消罷工 但是現在看到不談 新仇究竟會不會做到這個取消罷工呢 其實護士界也很多都明白到 自己的崗位如果罷工的話 其實會影響很深的 包括很多患者 生命會有影響 健康也受影響 但是NHS護士的那個辛苦狀況 另外就是過去幾年 包括疫情開始 其實實際上減薪的 現在在這麼高通創之下 他們覺得那個新仇加福 是絕對合情合理的 那麼究竟政府怎麼取態呢 能不能夠解決到NHS護士的罷工呢 真的不知道了 那拿下去這個烏鵝戰爭 烏鵝戰爭今天299日 明天300日 即是大家猜不到這個數字 會達到 大家猜不到這個數字會達到 如果一年這些數字 應該不會少於一年 這樣預測下去 而今天最新的 一個很可憐的 就是莫斯科要派一些 軍樂手、歌手上前線 鼓勵士氣 這個也挺好笑 那究竟實際用途是怎樣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有一個都幾… 怎樣說呢 都幾實質的一個寫法 就是普京去見劳卡申科 去到白羅斯見劳卡申科 那也都是好幾年之內 普京再去這個 白羅斯見劳卡申科 也都加極了外界憂慮 兩國會聯手 就是發動一個新攻擊 對付瓦蘭的 而白羅斯曾經 即是在開戰初期 亦都給了一個姿勢出來 就不關我的事了 就是我不會參戰的 但是實際上 俄軍是在白羅斯 即是開頭是在白羅斯 就進駐瓦蘭的北部邊境 跟著也是展開了對於基庫的那輪攻擊的 所以白羅斯一開始面對 即是在聯合國上面也都拒絕譴責 所以白羅斯當時的取態 就是一個無鄰兩河 即又沒有譴責 但是也都給了做跳板 又去入侵瓦蘭 而現在似乎是一個冬季膠著狀態 也都俄軍就完全是非常之低的士氣 所以可能大家會說安於現狀 或者現在東部應該都去到差不多了 入侵到差不多了 那南部就撤退了 那究竟是不是安於現狀 那麼瓦蘭早前就警告基庫 以及警告盟友切勿安於現狀 因為預計俄軍在新連之後 就會有一個新一輪的攻擊 而其中估計會在白羅斯邊境進駐 所以這次普京直接去白羅斯見盧卡申科 是真是一個很大的憂慮 首先就是會不會要求盧卡申科直接參戰 直接派兵參戰 另外就是談一個方案出來 給新的暴動員 那30萬人估計會出動一半兵力 因為要訓練 訓練成一半兵力 訓練完畢 那就是去參戰 那所以也都會預計到 莫斯科會繼續強徵軍人 那這個白羅斯方案 即是重新去到盡佔基庫 是不是真的會在新連in place 即是這個機會有在 也都不排除在南部會繼續上 而另外一個發展就是剛才說東部戰區 對啦 頓涅慈克的巴克穆特 現在還是很難控制的 但是俄軍在這個非常短缺武器的情況之下 繼續猛烈攻擊 所以也有一個估計就是現在在東部戰線 是由華格納固傭兵主力 在頓涅慈克打仗 為什麼俄軍想進佔巴克穆特 就是因為他想全面控制頓涅慈克 我想又是要拿回摘衫 或者在頓涅慈克之後 就可能有一個階段正勝利 他期望去奪得巴克穆特之後 再向西就想侵佔克拉馬托爾斯克和斯洛維揚斯克 與此同時剛才說的 那個派軍樂手那個 有一個名字叫前線創意隊伍 據報就是總統普京親自下令 要派這些軍樂手上前線激勵士氣 但是英國的蓬佈就評估 現在俄軍前線繼續士氣低落 也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那個創意隊伍更加有些消息 就說樂器要由公眾捐贈 基本上你沒有資源去做 所以質疑整個增加士氣計劃 會令軍隊分心 而俄軍面對的就是死傷慘重 缺乏領導 因為很多人都死了 另外就是武資源 武器短缺這些問題 其實不知做甚麼 派一些軍樂手去都不能幫得多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 其實軍隊是不知道 這場仗究竟真正的目的是甚麼 你想想現在俄羅斯傳媒 繼續說特殊軍事行動 如果大家記得普京本身說的就是要解放渦蘭 解放渦蘭 因為渦蘭有新納水 問題就是現在究竟那個目的是甚麼呢 是否真的要解放呢 但如果要解放的話 狂轟基建做甚麼事呢 所以本身這個目的都不清晰之下 究竟怎樣可以令到俄軍 繼續軍心鞏固呢 在政治上和目的上都不清晰 最後下去世界盃 世界盃終於落幕了 持續到一個月了 忘記了了 都整個月看球 非常興奮 英國觀眾是三點七點 兩場好戲 每日兩場好戲 都是非常之正的 特別是冬天 當然世界盃應該夏天搞的 但冬天這麼淡的日子 有球看也是OK的 阿根廷當然要恭喜 雖然本人絕對不是阿根廷的Fan 所以本身也覺得法國贏也OK的 當然麥巴比笑哈里簡尼 射七十二馬 我也不太開心 但其實今場 麥巴比也踢得不太多表現 但他最後那球追回 也非常精彩 總之今次要恭喜阿根廷 也恭喜美斯 但美斯在三十五歲這個時間 參加了五屆的世界盃之下 終於奪走大力神盃 是要恭喜的 一代球王 也看得很好 看到他在這場球上 在一個keyman角色 主導了攻勢 也走運全場 其實那個喘腰作用 以及就是令到法國要去 所以在很多位置上 其實防守上做得很差 但是整場球最後 又要十二馬解決 就當然不好看了 畢竟好像不是靠實力 當然啦 有沒有在十二馬上的決心 以及射的 以及手的訓練足不足夠 是很重要的 總之今場球 就是在十二馬上解決 大家都很關注 究竟美斯掛不掛蝦 最後也有說法 美斯就不會掛蝦著 但是呢 說法就是他會繼續效力阿根廷 也會繼續穿阿根廷波衫去比賽 但是世界盃來說 2026年 就是下一屆世界盃 如果他出戰下一屆世界盃 是39歲 39歲也是一個足球界很高齡 所以他也提到 就是他不會出戰下一屆世界盃 但是現在現階段不掛蝦 掀起到今次世界盃 有很多問題 人權問題 種族歧視問題 以及就是LBGDQ Plus的問題 就是那個Wonderfarm band 由世界盃未比賽之前 已經在說 這個監察爾很多問題 有這麼多控制 有很多short 包括球迷搞事那些 都不拍的 大家看直播過 看到都不拍的 那為什麼呢 會不會就是一些牽涉到政治問題呢 就是究竟體育政治化問題 我們當時都有一集專講這件事 體育民 體育政治化 或者體育應不應該政治化這件事 是基本上無法爭辯的 或者其實也很肯定 就是體育城市 是會政治化的 因為不經不覺之間 會滲透了一些問題出來 而馬克龍呢 在今場決賽上面 也變成了一個焦點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到 在法國輸球之後 已經經常攬著麥巴比 也覺得會不會多了一些 攬了這麼多次 班長又攬 到綠色草地又要攬 總之很多傳媒都關注 這個馬克龍攬麥巴比 馬克龍究竟會不會是一個政治上的失誤呢 今次在世界杯上 當然他是一個足球粉絲 足球粉絲 在足球粉絲和表演上 究竟是不是一線之差呢 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 Prince William經常都看波 看英格蘭比賽 但你見不到Prince William 會去球場上攬球員 但是馬克龍 大家知道在比賽期間 你拍到他 冷氣三就 很興奮 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但你 首先你去到場裡 攬球員 這個 很突圓的 做一次 就可能覺得很特別 但做這麼多次 就覺得很突圓 還有就是 首先 政治人物 Prince William 都可以說是一個 叫做 象徵式 英國的一個象徵 但他不是一個 直接政權核心的人 但馬克龍 是一個administrative核心的人 即是說 你本身的存在 就是一個政治 所以 你是一個足球群 OK 但你落到去 攬這麼多次 擺明是一個政治show 一個很明顯的gesture 就是政治show 而事實上 就是馬克龍 在一個禮拜之內 亦都去了兩次多哈 就觀戰了 包括就是法國 在這個四強賽事 對著摩洛哥 亦都 有條片 自己在twitter上面 就是在這個更衣室那裏 就和球員狂歡 亦都有一條片 就是綜合了今屆世界盃的 不同的精彩畫面 碧涵都在裏面 亦都證實了 就是法國 在今屆世界盃上面 是牽涉到一個叫做宣傳角色 碧涵也都被人說的 就是幫世界盃說得好多好話 那些 那大家知道 就是這個世界盃裏面 那麼多問題 要一些這樣的人物去幫他宣傳 其實都有少少風險 而今次馬克龍 也都是一個頒獎嘉賓 所以法國和卡達爾的關係 也有很多投資 所以大家經常說 體育不應該政治化 但體育本身 已經是一個政治活動的一部份 而馬克龍的解話方式 亦都很突然 亦都面對今屆世界盃的一些批評 其實上個月她說過 體育不應該政治化 但是很難的 你見到根本上做不到 而法國和卡達爾的關係 又要講一講 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 1971年卡達爾就獨立 宣佈獨立 而法國和卡達爾就簽了 政治經濟和安全協議 涉及石油的合約 軍售和文化上的交流 而法國的巴黎聖的耳門 亦都是由卡達爾主權基金 就課金超過11年 所以你看到 嘩 粒粒皆星 即是 壁咸最後的球員時光 亦都效力過巴黎聖的耳門 然後你看 美斯、麥巴比同場 然後伊巴謙莫域 又在裡面踢過一年 所以粒粒皆星 為什麼這麼多錢呢 就是因為卡達爾主權基金 而麥克龍一年前 亦都出訪過卡達爾 亦都發表了聯合聲明 就説要去加強經濟合作 共同應對地區安全 恐怖主義 氣候變化 能源轉型 在內等等的全球挑戰 總之 這個法國和卡達爾 在這麼關係密切之下 出現在今屆世界杯 他亦都再次說一下 證實了體育是不可能 和這個政治分割 那加利仔 大家未必有留意 加利仔 即加利尼維尼 亦都不知道做什麼 大家知道他跟工黨關係密切 甚至乎他都準備加入工黨 或者已經加入工黨了 我都沒有查到他 那他就突然間說 卡達爾的 包括對工人 對於工作人員上面 的待遇很好 英國出現的對工人的待遇 卡達爾 應該不會出現 那便無緣無故又講 這些政治問題 不知做什麼 所以 嘉利仔被保守黨罵得飛起 更加就說 你在ITV廣播就廣播 你說什麼東西政治 即是這個社會問題 也都要兩國比較 那又不知道做什麼 加利仔在這次上也牽涉到失言 再講到Elon Musk 簡短兩句 他在網上發起公投 究竟自己是否應該辭任行政總裁 或者離開管理層 報告今早11點20分結束了 英國時間 1,700多萬人投票 超過一半 接近六成,五成七人說他應該辭職 但他自己未有回應 但他本身的報告說他會abide by結果 但最終他會不會辭職呢 他就不知道 但Twitter在他入主後有些問題 包括大規模裁員 首先封鎖了追蹤他私人飛機的帳號 然後有美國幾個記者的帳戶也一度被封 所以很多不安的情況發生 所以他才弄一個報告出來 但究竟他會不會真的辭職呢 我等下他的最新回應 好了,今天12月19日 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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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大家如果想重溫剛剛過去一系列的三集vlog 可以再重溫 再預告一下,比利時、盧森堡的vlog 應該會在聖誕那期 我也不能夠說實 聖誕那期會有一集vlog 讓大家看看比利時和盧森堡是怎樣 另外就是大事回顧 大事回顧應該會做到的 大家繼續留意 我們要再公佈 好了,今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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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了